太平洋战争三部曲二,起飞,柏林的指令 作者,左左目让 译者,张文颖 第三部,五 进入印度斯坦平原后,已经飞行了一个小时了吧 在这段时间内,战斗机飞过了数条河流 有的河流自东向西滔滔不绝 有的河流从北部的卡西山地流至平原,与其余的支流河流 气势宏大的河流,某些部分由南向北流 其余的部分由西向东,在大地上蜿蜒翻腾 数不胜数的沼泽和湿地在眼前一闪而过 无以技术的村落在身后越行越远 水田地带广阔无垠 像茶叶种植园这样地势起伏的土地一连绵不绝 破落的寺院和圆顶的塔,也闯入了视野 终于出现了一条水量丰沛的河流 暗南好像铺着铁路 静止沿着河流左侧继续飞行 便看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 是麦门星,还是夏马鲁布尔呢? 无法判断 不管怎样,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位于大河南岸,有铁路贯穿的城市 除此之外,附近再也没有 如果从哥布多布湖上空,向正西方飞行的话 在一度的误差范围内,肯定会通过其中一个城市的上空 安藤确认了下地图 现在的目标是亚木纳河 亚木纳河是横河的支流 是条在有些地方和宽能达到20公里的大河 目标带用飞机场就在那条亚木纳和中流的西拉吉钢吉镇的郊外 原计划是在卡西山地的西端往南近距离飞行 到达亚木纳河,再沿亚木纳河往南飞行 按照地图 一条名叫布拉玛普特拉的河流 在亚木纳河的东侧 从印度斯坦平原的西北贯穿东南 虽然不如亚木纳河那般气势恢弘 但在日本人看来,也是条相当大的河流 麦门新和夏马鲁布尔都在布拉玛普特拉河的流域之内 这么说来,刚才的城市肯定是这其中的一个 安腾将油门打开了几分 不管怎么样 只要在大城市边缘都该急速通过 城市消失在了身后 前方又出现了一条大河 河宽大概接近两百米吧 看上去比布拉玛普特拉河更大 这就是亚木纳河吗 但是,总觉得经过城市后到达亚木纳河的时间太短了 如果刚才的城市是麦门新的话 距亚木纳河大约六十公里 如果是夏马鲁布尔的话 距亚木纳河约三十公里 不可能两三分钟就能到达 宁神一看 遥远的前方有条白光闪闪的线 或许那才是亚木纳河 飞到近前 才发现那条白色的线 是条比布拉玛普特拉河还小的河流 如此一来 刚才的那条河才是亚木纳河吧 好像飞过头了 安腾对前说道 也许刚才那条水量丰沛的河才是亚木纳河 飞回去 明白了 前达到 安腾又旋转弯 没飞 几分钟就回到了刚才通过的河流上空 水面像描画着弧形般 从上跳跃到南方 这一看 马上就明白了 这个看上去像河流的东西 只不过是一个长大的沼泽 它的中间被切断了 形成了一个古老的弯曲痕迹 前 安腾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误认了目标河流 亚木纳河好像还在前面 前回答道 帝文航行就拜托中队长了 请您带路 转回头 再向西航行 那片沼泽已抛在了身后 二人再次向西航行 飞行了十分钟左右 再次看到了一条大河 它由右手前方游向左手方向 安腾看了眼指南针 吓了一跳 针一直动着 停不下来 完全无法判断 自己的飞机是向西 还是向北 钱 指南针有点不对劲 安腾说道 我们在向什么方向飞 我的也是 钱不安地回答道 只针封了一样一圈 接一圈地转着 原计划 是向西飞的 但刚才来来回回的 没有方向赶了 中队长这么说 我很为难 前面那条大河 不是亚梦大河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安腾再次看了眼前方的河流 河流中间 扶着几个大型沙洲 河流宽幅 确实有数公里宽 左手九点钟方向是南 我们正面对着西方呢 机场是在南方吧 嗯 在河流上空 向左旋转 沿着河流飞吧 他们在沙洲上空左倾机体 向左大幅度旋转 一边降低高度 一边看着水面 蜿蜒流淌的亚木纳河 闪着银白色的光 水面如镜 仿佛没有流动一般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杨子江下游 这确实是大陆 才有的大河气势 一艘如同小博船一样的船 逆流而行 河流左岸有个小城镇 两架战斗机 以约一千米的高度沿河持续飞行 安腾看着地图来确认机场的位置 如果地图可信的话 河流应该是中部逐渐变细 两端很宽 能怀佣数个沙洲 但是这里是洪水频发的东孟加拉州 河流的形状或许有了很大改变 单单依靠从上空看到的河流形状 来判断所处的位置是危险的 或许为了进一步确定位置 应该继续向前飞行 钟队长 我们或许 前说道 怎么了 安腾问道 我们会不会正面朝上游方向飞行 指南针恢复正常了吗 没有 但是河流的流向是哪个方向 我们并不清楚 会不会飞反了 前进的方向是下游 您是怎么判定的 看看下面的沙洲 别看大的 最好看河流中间的小沙洲 我看是看了 但是能看出什么呢 沙洲间的一端是下游 上游的沙洲形状成圆形 这是从杨子江得来的经验 明白了 两架战斗机沿着石系石宽的亚穆纳河向南飞行 也就是说持续向下游飞行 是渡船吧 一艘动力船留下了翻腾的雪白航线 将河面横刀切断 甲板上的男人们仰望着天空 虽说安藤认为他们不可能看清楚 印在机体和主意上的太阳标志 但也不由的祈祷船客中不要有官吏和英国人 看了下石中 自离路起已过了六个小时 就连安藤都感觉到了些许不安 这是以前没来过的机场 而且是没有飞行跑道的带用机场 自己能够顺利找到吗 如果没有飞行跑道 航空标识灯和飞行跑道镜头标识 肯定也不会有 世界上不管在哪儿 都长得很像的航空管制塔呀 航空指挥所呀 这样的建筑也没有 有着宽叶 箱扑碎形 或者是扁平开过大门的机库也没有 能不能看到和周围的水田 或者菜地区分开来的东西呢 即使是一架飞机也行 只要看到有广场 停着飞机 就能明白那是机场 就这样 持续飞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前又用电话说道 钟队长 您能看到前方两点钟方向吗 怎么了 安腾看着那个方向问道 能看到白色的箭头哦 不 应该说能看到像箭头那样的白色标记 什么都看不见 前方两点钟方向 只有浑然一体的绿色平原 阴晕着水气 就如同日本七月份的田园风光 在风中摇曳的那抹浓脆 是竹林吧 正这么浮想连篇之时 发现又前方平坦的土地上 确实画着白色线条 在这个距离就能看到的相当粗大的线条 好像是只能够 好像是只是飞行跑道与进入路径的箭头 真是个有眼力的男人 安腾感叹道 请您在部队里 别这么吹捧 我可不想当轮班的监视哨兵 钱说道 暂且在箭头上方低空飞行 没有问题的话在反向 顺着河流的上游方向着陆 安腾降低了高度 向箭头飞去 马上就发现了 箭头是画在一片宽广的草地边缘上的 看上去 好像是铺着的白色石头 草地如果不是个公园的话 就是足球竞技场 周围覆盖着低矮的灌木 使得场地看上去比周围要高 在草地的一角 好像有几个人的身影和跑道 有一个男人 两手在空中 画着大大的圆 虽然不熟悉东梦加拉的风俗 但双手画圈这个动作 一般不是代表危险 或拒绝寒意的手势 安腾以距飞行跑道20米的高度 尽可能放缓速度飞行 两个男人展开了一块很大的白布 白布中心 有个些许歪着的红太阳 看来是准备用它作为日本国企 确实如此 这里是目标所在地 用于着陆的飞行跑道 长约400米 前后无高大数目和障碍物 对于临时战机的着陆离路来说 这段距离足够了 在飞行跑道上端 急剧上升 掉头 再次回到机场北部 前 怎么样 安腾问道 比空母的着陆甲板要长一点 能行吗 如果还有别的甲板的话 我就去那边 前回答道 我拜见了中队长的着陆后 试一下 安腾将战机上升少许 放下机脚 只是灯由红变黄 然后变绿 机体受到了大气的抵触 前 帮我看看机脚 出来了吗 出来了 前确认了一下机脚 前的飞机 迅速地出现在了安腾的左前方 机下面折叠的机脚 正在慢慢张开 你的机脚看上去也没问题 互相确认了机脚的情形后 安腾再次矫正航向 对准箭头 逐渐减速 直至其以惯性向前滑行 当箭头消失在机体之下时 安腾慎重地采取了 尾轮着地 击手抬升的姿势 前轮接触地面的瞬间 被一度反弹 在草地上横着 滑行了一段距离后 停了下来 安腾迅速地将防风玻璃 调整到后面 将座位升起 草地边缘 一栋英国民宅式样的小屋 映入眼帘 首先必须 要为钱让出飞行跑道 飞行员 应该是可以到达小屋的旁边的吧 安腾操纵着战斗机 向小屋滑去 正在小屋旁关闭阻断器时 一个年约三十 额头宽阔的男子跑了过来 他仰视着操纵席上的安腾说道 欢迎来到东孟加拉 身后前的飞机 正在着陆 那是 智座的